这个市场很饱和 药剂师的出入 五个手指都讲不完 阿发哥吧 我是美小卫小明 药剂师 恭喜SPM考试已经拿到成绩了 很多的毕业生都会觉得很困扰 我到底要升学读什么 那么我要不要升学读药剂系呢 现在让我这位过来人 来和你们分享 看完这支影片 你会了解三件事 第一 药剂师的出入 第二 药剂师的薪水有多少 第三 读药剂系需要花多少钱 希望通过这次的分享 可以让你们做出 属于你们自己的升学决定 对了 这个频道主要是分享药物 保健品 两性健康 以及药剂师生活的 记得订阅并点开小铃铛 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 任何你想要知道的知识了 我以前中学毕业的时候 也是觉得很迷茫 所以我一直逃避升学这件事情 其实迷茫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们对科系的了解不多 所以在这里我会和你们分享这些年 我所看到的 所经历的事情 升学选择科系的时候 首先我们会想 这个科系在未来有没有出路 会不会毕业 就等于失业 从我的观察来说 当一名药剂师是绝对 可以 一定 找得到吃的 你看啊 我打工的地方呢 在请着药剂师 我对面的竞争者 竞争者在请着药剂师 我还没有实习好的Junior 还没有实习好正经收到电话 问要不要去西药行做工 一般我现在打着工 我有时候还是会收到 其他公司打电话给我 他们的HRB我 你要不要来我的公司上班 虽然大家都说 哎呀现在的药剂师太多了 这个市场很饱和 但是大家还是请不到药剂师 所以这件事情说明 药剂师还是有 demand 还是有需求的 这里提到的第一个出路 就是西药行的药剂师 我们叫retail pharmacist 其实药剂师在马来西亚 至少是有五个出路的 除了我刚刚提到的 第一个retail pharmacist 你毕业了之后 还可以去政府医院 政府医院其实是有很多个部门 是需要药剂师的 你可以点击这边的影片看看 如果在政府部门的话 你还有机会去到enforcement 在NPRA做工 关于NPRA它是一个部门 专门来监控我们药品的品质 除此之外 毕业生毕业了 过后你还可以去私人医院 比如说Bantai Sunware Gland Eagles 我有朋友就是在这些地方 做药剂师的 甚至你可以用这个pharmacy degree 去制药厂 在那边可以做品质监控 或者是研究 不用怎样让这个药越做越好 有的人可以去那种 multi-national drug company 大公司 比如说MSD 工作的范围就包括了 regulatory affairs等等 所以药剂师的出路 五个手指都讲不完 包括了retail pharmacist 政府医院的pharmacist enforcement pharmaceutical company drug company 所以你觉得药剂师有出路吗 接下来是大家很关心的 药剂师的薪水到底有多少 我这边给出的是一个range 读完pharmacy degree 去政府医院当PRP 就是实习的药剂师的话 底薪是超过2500 马币 我这边讲的全部是马币 然后是没有超过3000 但是加了那些政府的津贴 全部加到来 月尾的时候 你可以收到差不多4000的薪水 那关于政府方面的津贴 也是看你在哪一个地方服务 不是每个人的津贴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不是去政府医院当PRP 你是去retail pharmacist 它的底薪是跟政府医院差不多 但是就没有津贴 不一样的是 你可以拿到incentive跟bonus 所以大家都说 如果你是在retail pharmacist 你的起薪会比较少一点点 我觉得在这边最大的差别 就是如果你在政府医院起步的话 你的起薪是跟着 你在政府服务了多久 然后一般上前三年 你是看不到太多的变化 但是如果你是进入retail pharmacist的话 你的薪是会跟着你的工作能力 还有你赚来的incentive跟bonus而定的 如果你是一名正式的要技师 然后你转到retail pharmacist来做的话 三年前我听到的数字大概是 5500 6000 不过根据我的实际经验 还有我朋友的分享 现在大概是在5000到6000 如果你的经验比较多 你可以去到6.5k 6500这样子 这些还没有包括你的incentive跟bonus 你现在知道药剂师的薪水了 你认为你会去读药剂系吗 欢迎底下留言告诉我 虽然药剂师的薪水看起来好像 嗯 还不错 但是大学的学费相对的比较高 现在就来到了大家第三点关心的问题 读药剂系到底贵不贵 那我是以私人的大学的角度来谈谈这件事情 Pharmacy degree一共要读4年 当初我Pharmacy degree大概是180千 就是18万左右 那现在已经起价了 过了多少年之后已经起价了 现在是190千 大概就是19万 其他的学校有去到200千 就是20万 也有一些比较负担得起的 比如说150千 15万这样子 而且这个只是你的degree的学费 还没有包括你的pre-you 如果你本身是想要出国的选择那种2 plus 2 两年本地两年出国 那个学费的算法又不一样 所以你记得我开头说的嘛 希望我的分享可以让你想清楚 到底要不要读药剂系 以出路来说的话 药剂系的出路多 薪水也好像还不错 但是就是学费相对的比较高 不过我认为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你个人到底对药剂系有没有兴趣 如果你看到这里的请给我个赞 让YouTube知道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 我是Treecea一名药剂师 我们下次见 Bye